有網友說有沒有阿東的脂肪菜吃瓶 說我們還沒吃的,應該是不是26日 我們吃完才給瓶 那天阿東經常叫做黑銷,不醒目 因為我是一個很尷尖的人 雖然大家看我 那天我已經在幫他,他又不知道 因為他那天說是八百多元一位 八百多元,今時今日,你說貴又不算很貴 因為我們出去吃垃圾、打邊爐都沒有錢,隨時都三四九 但你說便宜也不是便宜的 八百多元一定不便宜 也不是便宜的 八百多元我們剛才那次都七八八而已 是啊 這樣說 先不要說他給那些東西 是給你什麼 好吃的,要吃過才知道 但是我擺碟 還未夠要求高 照近阿東的家境,他應該有去馬會出入過的 譬如他切個滷水蛋 我不特別說,他應該沒有聽過這次節目 到時我再去 那張刀不夠膩 所以那些蛋黃中間 是不是一平有碎,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呢 因為阿正 你家裏又不是太窮了 你自己又捨得吃 其實有時候去那些高級餐廳 他真的未必好吃 我跟你們說 他就是這些東西 就撿得細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啊 譬如他好像那個豬肉那樣 不可以這樣 切出來有拉 就看到那張刀不夠膩 擺東西還未夠完美 是吧 好像炸那個 不知道蟹鉗還是什麼 是啡色的 不行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些油 是 吃下去沒有問題的 因為八百多元 那可能現在有些人不認識的 就不知道 就說他很好生意 他真的很好生意 我跟你說 是真的每個人 我認識的那些人都說他可以的 是真的每個人都說他可以的 行 他的手勢就行了 但是我一樣 我吃完之後 我看有沒有改變 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會跟他說的 因為 一定要更進一步 你收得不到這個錢 人家有些人會認識的 好像我給你 他不說話 我們自己是朋友 有時候的碗碟 一些細緻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做過餐廳 當然知道 我一看他的東西 我就這樣 去吧去吧 他還在說 不是你看 就是這樣 我心想吵了那些村崩 大哥 你不要忍到 我又在當場踢爆他又不是 他也是我的朋友 6月26日 我們會出食評的 他就說想直播 我就不喜歡的 因為 直播我們有些東西 你知道吃飯講話 最過癮的是講是非 對嗎 如果是直播出的 是非出來 那豈不是很麻煩嗎 不說就行了 最近我日子收得很麻煩的電話 無論你無關我的事 每個人都跟我說 你看看誰是誰 真麻煩 真的太麻煩 我們整班同學都這樣… 我看,好…是這樣 不是… 這次又有電話 你說誰是誰 這次太麻煩了 平時我也算是想的 你的頭髮這樣… 其實全都不關我的事 是直接打電話 通常打電話 我看兩年沒有聯絡 對上一次通話紀錄 大概2013年 打電話 我告訴你 有些東西是益你 那些東西 沒有說我有兩顆翹頭 說五元 原來那個是用來打電話合子 那時候 你知不知道是誰 那客人說 多麼可憐 太過分 你說多麼麻煩 你不是跟那個人有事嗎 完全不關我的事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大家放心 阿東做得好